滿滿的泡麵堆滿在屋內 甚至跌到快碰到天花板 十一號是土地公的生日 也就是俗稱的頭牙 以土地公泡麵聞名的南投石榮公 這兩三天就超過五萬人前來參拜 不過近日卻流傳 一則引發爭議的影片 來了 一名紅色衣服的男子 站在高處拿著筒子往下倒 一次是泡麵的廚師 全部倒進河川裡 還往旁邊打了幾下 那是我們這裡的一個義工 他是來這裡 看到那個溪裡面的魚 沒有東西可以吃 他把那個廚魚倒給他 他吃 他只是廚魚好意 沒有什麼意思 主委表示 光是這幾天收到的泡麵 就有四五百箱 前來的鄉客人人一首泡麵 就算沒座位站著也要吃 不過剩下龐大的廚魚 廟方聲稱歧視都會統一處理 都倒在這個玻璃的桶子上面 然後再用黑色塑膠袋 把它裝一裝拿去垃圾桶 回收掉 不過把麵紮倒入河裡的行為 卻是污染了水資源 環保局表示將會開罰 這個部分我們在這兩天 就會派人到現場了解 實際的情形 初步的了解是信徒個人的行為 這個部分我們會一招 廢棄物清理法會處 一千萬到六千元的罰環 這位義工個人的行為 有損失容工的形象 土地公泡麵雖然是免費的 信眾們除了愛惜事務 也該做好廚域分類 在第七五 坤嶺 林佩萱 男主角